欢迎来到我们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要新闻 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大陆外交部罕见发生 就台湾渔船被日本公务船扣押一事 被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事件引发了两岸三地的广泛关注 台方则表示 台日之间的沟通一向顺畅 无需大陆介入 接下来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场外交风波的发展 其次 日本青森县和北海道对出海域 发生了黎克特之6.8级地震 震源深度约490公里 虽然震感强烈 但当局并未发出海啸警报 专家表示 这次地震的震源位于深海 距离震央较远的地方 反而震感更强烈 这种现象被称为异常震雨 最后 特斯拉因前行李箱盖的安全隐患 决定召回超过168万辆电动车 问题在于 前行李箱盖在解锁状态下 系统无法侦测 并发出提示 极端情况下 可能导致行驶时前 行李箱盖被掀开 增加事故风险 特斯拉表示 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确保车主的行车安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东方日报报道 台湾宜兰苏澳籍渔船附身号 及基隆籍渔船 浮扬266号 上月被日本公务船 以违反渔业法规为由抓扣 缴纳罚款后 船员平安返台 大陆外交部 罕见对此事回应 表示已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 强调 根据中日渔业协定 日方无权在有关水域 对中方渔船 采取执法措施 要求日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台湾方面则回应称 此案属台日之间的海事事物 双方一向沟通无碍 依照国际海事规范 及双方机制解决 无需大陆介入 东方日报报道 日本东北部青森县 和北海道对出海域 周六中午 发生黎克特制6.8级地震 当局未发出海啸警报 据气象厅观测 镇央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 勘查加半岛以西 日本北海道岛以北的 鄂霍茨克海南部 镇源深度约490公里 北海道寒管市 青森县巴护市 陆澳市 平内艇 接上艇 以及严守县圣岗市 均路德镇度3 气象厅指出 地震发生在海底非常深处 距离镇央较远的地方 比距离镇央较近的地方 震感更强烈 这种现象成为异常震雨 东方日报报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最新一批汽车召回公告显示 特斯拉 北京和特斯拉 上海 自周二起 召回于2020年10月15日 至今年7月17日期间 生产的逾168万辆 进口及国产电动车 召回原因是 部分车辆在前行李箱盖解锁后 拴锁总乘系统 可能无法侦测前 行李箱盖处于解锁状态 车辆无法发出 前行李箱未锁紧提示 极端情况下 可能导致行驶中前行李箱盖被掀开 影响司机视野 增加交通意外风险 此外 保时捷 中国 及平质 中国 也分别决定 召回3780和1691辆汽车 原因包含 锻造过程中 使用错误原料 车辆无法发出 前行李箱未锁紧提示 后物灯标志 不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等安全隐患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伊朗革命卫队副指挥官阿里 法达威宣布 伊朗将执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命令 对以色列实施严厉惩罚 为被暗杀的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 哈尼亚复仇 62岁的哈尼亚在德黑兰参加伊朗总统就职仪式后 被杀害 伊朗和哈马斯指责以色列为幕后黑手 尽管以色列政府没有承认 但德黑兰誓言报复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 科比对此表示 美国将投入大量资源保卫以色列 并呼吁缓和局势 与此同时 美国、卡塔尔和埃及 也敦促以色列和哈马斯恢复谈判 以达成加沙地带停火协议 半岛电视台高级政治分析师 马尔万·比萨拉指出 华盛顿希望在11月大选前 避免局势升级 但内塔尼亚胡同意停火的可能性 几乎为零 哈马斯希望得到 战争不会继续的保证 并允许重建工作进行 星岛日报报道 中国首例单身女性 争取动乱案的当事人 徐早早因未婚 无法提供结婚证 被北京妇产医院拒绝动乱 法院驳回了她的上诉 维持原判 根据内地现行规定 辅助生殖技术 只能有已婚夫妇行使 单身女性并不享有该权利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引用多项法律规定 认为医院拒绝动乱不构成侵权 但也指出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 相关法律法规可能会发生变化 徐早早在30岁时 有了动乱的想法 但被拒绝后 她在31岁生日当天 首次申请立案 历经6年 最终在36岁时 拿到了终审结果 她表示 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 东方日报报道 广东工业大学两名研究生 因午休期间在工作室打游戏 而遭受重罚 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校方回应称 学院老师正在处理此事 据悉 这两名信息工程学院 先进光子技术研究院的 一年级学生 利用工卫电脑打游戏 和观看游戏影片 被给予严重警告 和通报批评 并需达到 毕业成果数量要求的两倍 才能申请答辩 导师也被罚款2000元人民币 学院工作人员表示 确实关注到此事 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明报 巴黎奥运第15日 赛事精彩分成 共将诞生39面金牌 中国乒乓球女团孙颖莎 陈梦 王曼玉将与日本队 展开激烈对决 力争未免 孕绿勇项目中 双胞胎姐妹王柳毅和王千亿 也将为奖牌奋力拼搏 男子10米高台跳水项目 迎来最后的较量 中国选手曹元和杨浩 将全力出战 此外 巴黎奥运新增项目霹雳舞 也将迎来B-BOYS的精彩表演 男子篮球金牌赛 则将在美国孟之队 与东道主法国队之间展开 孟之队力争五连霸 东方日报 北韩近日遭遇暴雨侵袭 鸭绿江洪涝灾害严重 数千房屋被淹没 领袖金正恩亲自视察 受灾严重的平安北道益州郡 并宣布将15400名灾民 暂时安置到首都平壤 直至新房建成 金正恩动用了自己的专列 运送救灾物资 并向儿童分发糖果和衣物 他还启动紧急机制 将受灾儿童和学生 带到平壤接受教育和照顾 同时 长者 病人 荣誉军人 和戴婴儿的母亲 也将获得国家福利 金正恩感谢国际援助 但强调 北韩将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 并严厉谴责敌人 利用洪灾进行污蔑宣传 星岛日报 新冠疫情后 首个大陆旅游团 于9日上午抵达马祖 展开三天两夜的观光行程 七名大陆旅客乘坐客轮 从福州出发 抵达马祖南竿福澳港 计划参观南竿北海坑道 马祖酒厂 马祖巨神像等著名景点 陆委会对此表示欢迎 并希望逐步恢复金马小三通 和陆客赴台游 中华两岸旅行协会理事长 许晶瑞对此表示乐见 认为这位两岸旅游往来 开了一扇小门 海基会则表示 两岸正常旅游往来 有助于促进相互理解 和良性互动 期待两岸逐步恢复 健康有序的交流 明报报道 巴黎奥运第14日比赛 圆满落幕 国家队在天四金二银四铜 令人振奋 拳击女子50公斤级的无鱼 以灵力的拳法夺得金牌 成为全场焦点 乒乓球男团更是势如破竹 实现了五连霸的壮举 跳水女子三米版比赛中 国家队选手一举斩获一金一铜 彰显了他们的卓越实力 净水独木舟女子500米 双人滑艇项目上 国家队成功未免 夺得金牌 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团队合作精神 此外 经济奥运新增的霹雳舞项目中 Bgirl刘青衣 以出色的表现摘得铜牌 竟显舞者风采 日本选手奥米夺得金牌 立陶宛队选手班尼玉获得银牌 在女子驱棍球决赛中 国家队虽奋力拼搏 但最终以1比3不敌荷兰 屈居亚军 拳击女子66公斤级的杨柳 也为国家队添上一枚银牌 女子摔跤自由式57公斤级项目上 洪可星顽强拼搏 获得铜牌 女子牵球比赛中 宋家元也不负众望 摘得铜牌 至此 国家队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奖牌总数 已达33金27赢23同 位列奖牌榜第二位 令人骄傲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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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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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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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